高雄桃園區拉富蘭可以說是南橫西段最美麗的部落之一 但是位於部落西方不遠處的梅蘭明隧道 卻常常有落石 從2018年5月的空拍畫面可見到明隧道上方 有一道長長的落石部落區 拉近一看,其高度幾乎快到達能線 今年9月13日,正當明霸克魯橋變道搶修中 這道碰塌區再度有大小落石不斷的落下 經評估,最少要7天以上才能清除這些落石 今天早上,甲仙段會同桃園區公所及代表會 會看了高繞明隧道的農路 甲仙段並準備以10天的時間在河底施作河底便道 以準備作為梅山拉富蘭兩里維生的警笛通道 好,那剛才明霸克魯橋在早上9點時候已經搶通了 那公路總局這邊跟我們桃園區公所 還有桃園代表會主席 還有我們區長還有兩個里長 剛才已經往我們剛才那個梅蘭民稅道 因為現在後方整個已經攀方了 沒有辦法過 那公路總局之後已經高到上面的一個龍路 雪本山上的龍路進行一個檢疫的搶通 那後續這幾天的話 那里民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繼續要走這個龍路來進入到我們附近跟梅蘭部落 跟梅山口部落這邊 那後續我們桃園區公所也會來做一個道路的整理 那因為這個龍路其實它的路況非常非常不好 那走一趟龍路要40分鐘 所以公路總局這邊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我們的隧道 離隧道口我們會持續來把貪方清掉 不過現在落指還是非常嚴重啊 那另外一個方法我們同步進行就是我們會在下面 我們老龍基這邊打一個河床便道 然後繞過去我們梅蘭民隧道這個部分 來接回到我們的一個附近部落 不過這部分大概我們預估要有時間的工作天 這個河床便道才可以打通 這樣子附近要往我們梅蘭這邊的一個通勤 還有我們梅蘭的居民要下山 就不用走上面那個龍路 這樣也會比較安全 那另外跟各位報告就是我們這幾天 其實每天下午天後的狀況都很不好 所以我們明八坑路條 這個航管便道的路段進口的人 可以的話就是以一個上午的時段做一個通勤 尤其是超過下午3點之後 那建議不要再走這個龍路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也會看了那個梅蘭出去這個龍路 目前是如果做菜修一下清除的時候 這個路是可以走的 那我希望相信在公務站這邊還沒有維修第二個電灶 就是左手電灶的時候 我們相信還是要走我們的農路這一塊 那我們明天開始會做整修跟清除 還有也會拍眼睛看討 就讓農路也有一個被盜 希望大家能夠在經過農路的時候要 駕駛要小心 那如果說有緊急的狀況的話 可以透過公務所到那個賈線專這邊來通報 那我們的里長 兩位里長也會幫忙 所以請我們的鄉親一定要遵守我們這個 建設管子的一個時間 那盡量避會我們這樣的危險的地區 走農路目前都走農路 大概我們剛剛那個專長講的 河床的便道通知以後 可以過之後呢 我們就不走我們的農路 農路是一個被道 如果河床斷掉我們可以走農路 所以這樣的話不會影響我們 梅山還有拉布朗這邊的村民的進出 所以請大家耐心的折磨 現在目前我們的農路是可以過 我們明天開始做一個清除跟 把那個農路給它弄乾淨一點 避免大家經過危險 好 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請公主 好 同志 公主